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直接进去看看 好 那我们先讨论一下我上周提出的问题 第一个是什么是人才 第二个是社会需求跟人才的关系 那先请袁婷同学发表你的意见好吗 我觉得只要是对这个社会有贡献有帮助的 就可以叫做人才 目前的定义是这样子嘛 因为现在我们决定这个是不是人才的时候 思考的单位就是他所属的社会 但是我希望大家思考的时候 超越自己所属的社会需求 来设定自己的梦想或者自己的目标的 比如说有的人考上很好的大学 自己想要上的那个大学 所以他可能非常高兴 有的时候我以为我是真正的人才 但是你要换你的思考方式一下 你透过某种方式的考试 但是那个方式的考试如果哪天改变的话 你依然是认为你是人才吗 所以我们要超越这个单位或者这个社会给你的那个目标 你要超越所有的目前的目标来设定你的更元大的目标 所以哪一天这种人才的话 你在一个社会上被称为是人才 但是因为你是在普遍的价值上 你是人才的话 你已经超越那个社会 然后也在别的地方也成为一个人才 所以我们要看很多书 很多文献 然后参考这些资料来设定自己的目标 好吗 今天的主题就是人成窝乱 人成窝乱是日本侵略朝鲜的历史 在什么时候 1592年日本的封城秀吉 他派兵入侵朝鲜引发的战烂 总共两次的入侵 第一次就是在1592年 第二次是1597年 这两个战争 其实引发的主角一样 但是我想建议这两个战争要分开思考 因为这两个战争的性格 然后参战的日本参战的人员也有一些不同 所以分开说明比较好 在日本的名称有一点不一样 因为1992年他们的年号就是文录 1997年的年号就是庆藏 所以第一个他们叫做文录之意 第二次就是庆藏之意 有的时候说文录清藏之意的说法 文录年1992、1996 清藏年96到1615年 当时的情况我们在这里看一下 风城秀节入侵朝鲜 他没有主张我想要朝鲜 他说先要占领朝鲜 然后以朝鲜为跳板进攻民国 所以这个所谓的假道入唐 唐我们在传统时代的文献里面 唐这个字代表中国 那高鲜这个字也代表 韩半岛里面的国家 他先日本的军队从那里开始 从这里福山到福山 然后走到汉城这样子 那这边使用的地图 好像时代上有一些落差 但是我们考虑版权 所以只好使用这个 所以有一些名称 跟朝鲜不符合的 但是谅解一下 就是我们确认一下这个地点在哪里 日本军队从福山上路 然后到汉城的时候 朝鲜国王 当时的国王是宣主 他提出要逃亡到新一州 韩半岛的最北边 想要这边 所以他的构想就是到新一州 然后向民国求援 当时民国深中 他应朝鲜国王的请求 派军队救援朝鲜 是这样子的 但是奉承修局在丁尤灾难的时候 过世了 所以这个战争自然而然的结束 然后日本撤退军队防国 然后战争这样结束了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 1592年4月17号的记录 这是宣主时代 所以当然是宣主时路 那轮轴温乱 1592年哪一天发生呢 4月14号 所以4月17号的记录 就是爆发战争第三天 第四天的时候的记录 请 谁至上周 上周在哪里 到上周这边 已经上周了 那三天 因为4月14号的晚上五点上路 所以大概三天之内已经到上周 潜通市请应顺 持书契请 书契就是 日本跟朝鲜之间的联络 就是书契 朝鲜朝廷派人 然后要请额 然后呢 且以赐字为信 所以我想要跟你商量 表示这样子 上前李德欣 问其路寇之游 德欣自荣人 此以余领 不不治而还 国王也派李德欣 然后先问一下 你们为什么来的 为什么来要问吗 这样问的 然后德欣到这里 汉城 开始这里出门到隆人的时候 已经知道 贼他们已经越岭 是因为朝鲜这边 这边比较高 有山脉 所以从福山 出发 然后已经这边通过 这边山脉的意思 所以不能问 所以他回去了 然后1992年4月28号 已经又十几天了 中州 是中州这边吗 十天前 他们到上州 那 十天以后到中州 好 中州拜报至 上召大臣 台剑部队 始发去兵之意 大臣以下 皆辟气 极言其不可 好 先看一下 中州这边 已经 被打败了 所以 那个时候 宣族的 第一个反应 就是 先请大臣们来 然后 说 台剑是有 剑年的 丞相 都入队 然后 宣族提出 什么样的案件 去兵 就是要离开 汉城的案件 对这个意见 大臣们的反应呢 流眼泪 然后 急眼说 不可以 这样子 领中书府市 金慧隆起曰 中庙园林 皆在此 去江河王 当固守金城 以示外援 所以 他 就是 朝廷的高官 他们 提出的 这些意见 先 金先生 他提出 中庙园林 都在这里 你到底 去哪里 然后 我们先 要做的 要固守 这个金城 然后 等待一下 外援 外援就是 中国的援兵 到这边的意思 又曾子 声杂起曰 殿下若不听臣 忠字拨曰 则成家有八十老母 欲置稳于 宗庙大门之外 不敢从殿下去 又有一个人说 如果我们现在反对 离开汉城 如果 朝鲜王朝使律里面的殿下 就是这边的 国王 殿下 如果你不听我们的话的话 然后 终于你 拨越 拨越就是 去兵的意思 要离开这个 金城的话 他要怎么做 他说 我家里有 八十 十岁的母亲 因为八十岁的母亲 没办法 在这里 离开这边 避暖 所以他想要 在这里 自吻 在宗庙大门之外 然后我不敢 跟着殿下一起 离开 这样子 蕭传较东玄启曰 殿下一出城 则人心不可保 何典之夫 亦将尾诸鹿鱼而走矣 仍失声痛呼 丧色变 俱还累 如果他这样子 不听他们的话 然后决定 避暖的话 何念的 他们把这个念 放在路边 然后自己逃跑 可能是发生 这样子的情况 然后大家都 失声痛哭 所以国王 他们的反应 这样激烈 所以无法再说 然后色变 然后回去了 这样子 在这里 去兵 这两个字 来自哪里的 是孟子 梁慧望的 这一章 出现的 典故 那个时候 腾文公 问 要什么问的呢 其人将足缺 无盛恐 无知 而折可 腾文公 问孟子说 现在 那个邻国 要 好像要 侵略我们的 要怎么做 他期待 孟子 回答说 怎样做 你们可以 或者 或者 要怎么 外交方式 来救你们 这样子 但是他说 他提一个故事 很久以前 所以腾文公提出的是 要保持 要维护 他们的 土地的 那个方式 但是孟子 都回答 完全是 不一样的 他说 以前 泰王 这是大 但是 这个就是 泰王 以前 在 这个 兵的时候 以敌入侵 泰王的反应 不是 跟他们 打仗 因为 打仗 战争就是 害到老百姓 所以 他说 他自己 离开了 所以 离开 这个兵 就是 国王 他离开 京城的意思 就是这样子 但是 他这样子的选择 不是 自己 很喜欢 而选的 是不得已的 但 但后来 老百姓的反应 老百姓 都跟着 他一起走 不会丢他的 所以 孟子的重点 就是 你现在 可以 离开 可以 这个 丢掉 你的土地 也可以 因为 如果 那为善的话 后世的子孙 一定 实行 这个 王道 这样子的话 他们可以 继续 继承你的 但是 不一定 哪一天 有 发生 这样子的 好事 这样 王成功 还是 没有 这个就是要看天的意思 所以 去兵 我们在这里 可以说 就是以前 太王 他就在 兵的时候 离开 这个兵的 故事来 形成的 所以 国王 逃难 离开 渡城的意思 那 宣旧十六的 四月二十九日 再有发生什么事吗 上命 营斗兽 护驾 命金贵龙 尹卓兰 奉林海军金 寒准 礼济 奉顺和军 骨 出奔北道 所以 虽然 他们的讨论 那么激烈 但是 最后 也决定了 要离开 京城 要怎么走呢 上命 营斗兽 这几个人 要跟着 宣族一起走 然后 其他的人 分开走 为什么呢 这个是 如果国王 有出事的话 要有 其他人 继承 他的王位 所以 这边 有的人 林海军 要带林海军 然后 有一些人 是带 顺和军 这样子 分开逃难 然后 5月1号的记录呢 这边 我们要看 宣族修正史录 上江向开城 重新经历 逐逃善 似黄海坚师 赵仁德将路远 瑞心腐蚀 难移率兵 数百先制 得 护卫一行 内似传言 工人 自昨日 确实 须得 扫米 遼积可行 随所 瑞心兵族 所积匿名 速斗 犯之 至超弦战 长端 赵仁德 赦目之共 百官使得时 细次开城府 所以先要朝向的地点 就是开城 开城都听过吧 这个是目前北安的领土 当时这个陪国王的行乐 一起走的经济道的立足 他们逃生了 所以当时黄海道那边的见识 招人的等来帮忙 然后担心腐的事 腐蚀的男女 他也带帅几百个病主来到 然后他们这样护卫 然后一起走 要走的时候 那一次他们说 因为工人他们昨天开始都没有吃过 所以想让他们吃一点以后可以走 所以这样子 然后瑞心的兵族 他们带来的粮食来一些 他们吃了一些 然后到长端 长端 现在这个是比较接近开城的地点 快到开城的地点 在这里先射墓 然后提供一些物品 在这里摆棺 才得得食吃饭 然后晚上到 这是吃是到的意思 到开城府 他们非常艰难辛苦的到开城 刚刚五月一号到开城 五月三号的时候 他们依然在开城 在这里进入 开城是在这里 所以国王到开城之前 他都有写了教书 教书就是给城下或者给老百姓的一些内容 他派一个人审查这个人 然后你去京城 虽然国王跟朝廷的城下已经离开了 但是京城那边依然在的 老百姓依然在 有些担任那边的人也在 就是梁杨元跟金命元这两个人担任 但是他国王派的这个生杂这个人到 忽州的时候已经发现 京城已经被献了 所以不到汉城回来了 五月三号的这个进入继续 上文金命元失溃 屋时发开城府 厌赤金交易 也听过这个金命元 刚刚防卫守度 留下来守度防卫的 他们的军队已经被献了 已经逃避了 逃走 所以听到那个时候 不能一直留下来 所以想要离开 开城 看这个时间是下午三到五点 如果下午三到五点的话 你走路马上 就是晚上嘛 所以如果还有可以的话 还可以的话 第二天早上出门比较好 但是因为情况这样 击破嘛 已经 就是首尔汉城的军队已经被献 所以国王决定 赶快要离开 所以下午已经三到五点的时候 他决定离开开城 先知识路 5月3日又有记录 贼县金城 都检查室领阳员 都元帅金命元 副元帅申各接种 那窝口已经到金城的时候 那边担任 首度防卫的人都逃走了 前几天 先是贼治中州 浅前瑞族 伴坐我军貌样 入金城 他们比这天早一点点的 前几天 他们到中州的时候 派几个人 进入部队 然后打扮 这个成朝鲜的军队的一样 然后让他们进去 这个 金城看看 曾知西兴已决 岁分盗禁兵 一军由杨志龙人 驱汉江 一军由黎州 立川 驱荣金 贼素齐治 汉江南岸 戏作福度之状 诸将色变 命左右安骑马 众岁贵 是 所以 那这样的时候 他们这边 有两个部队 派两个部队 你是这边到汉城 另外一个部队是从这边到汉城 他们已经到了汉江的南边 然后这边有点奇怪的情况 那发生什么事的 就是日本的军队到汉江的 外边的时候 假装要渡河 要游泳嘛 然后那时候 朝鲜军的将领就太怕了 然后就撤退这样子 所以他们还没碰到的时候 已经这个 汉江的南边 他们到了汉江的南边 看到这个样子就 他们逃走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发现 朝鲜的朝廷 跟一般的军人部队 他们都完全没有任何预测 发生战争 然后完全没有任何准备的时候 他们爆发的战争 所以宣祖 国王的宣祖到很多军人都碰到这个军人 这是日本军队的时候 一开始想到的就是要逃走 所以这种朝鲜一开创的时候 李成贵 然后他的儿子 他们是一个武将出身的 非常勇猛的军人 但是已经有两百年 这两百年之间 朝鲜的朝廷成为文人化 所以如果李成贵 就是太祖太宗他们建在的话 他们会领导军队自己直接打将的 但是朝鲜朝廷已经是文人的国王 不是像以前那样的武人出身的国王 那样子的那个样子 好继续 李扬元等契承走 金命元申各等各自逃善 金城碎空 对现在金城的情况 大家都逃走的 所以金城碎空 谁到新人门外 见开门侧背 已不赶入 先遣兵数十人 入城探视数十番 至中楼 明知其无一顾军兵 然后来路 其足禁捡 十寸仅不云矣 所以日本军队 他们到汉城的四周都有大门 那是南边的行人门外面 已经到了 然后发现大门都开着 然后没有 就是所有的设备都没有了 但是他们怀疑 因为他们是一个 武士统治的国家的军人 他们怀疑 应该有一些 这个他们在里面等我们的 所以他们不敢进去 然后先派一些军人 然后先看一下 里面有没有不对的事 但是最后发现 哦 一个军事都没有 可以进去 他们进去 这个大门 四大门的里面 疑惑 他们的状态是如何 他们没有受伤的 只是脚肿起来 所以这个情况 他们没有很大的战斗 很顺利的到汉城 然后一直走路走路走路 所以脚肿起来而已 然后呢 所以那他们进来以后 把所有的工确都烧掉了 所以剩下的只有中庙 所以这个 我军的大将 平秀家 他决定了 好 那我们住在朝鲜的中庙 但是中庙那边 每天晚上 出现的就是生病 不是人的 这是朝鲜的祖先 然后他们 这个病师都很害怕 很 这个吓一大跳 然后互相攻击有人上名 有人上命 这样子 所以那这样的话 秀家应该要决定 秀家不得已 移屯南边宫 只待遇 看宫庙之灵 示威于王马无一眼 所以他离开这个中庙 然后住南边宫 然后这边是史观记录者的话 这个现象就是像中国的汉高祖 他汉高祖 他高庙的神灵 出现 然后威胁这个王马的 那个故事一样 好 这边同一天的记录 我们刚刚看的是宣祖史录 在这里宣祖修正史录里面 有没有大的差异 再看一下 大体上的内容一样 但是再加一些内容 贼凡宗庙 贼出入城 宫阙烧尽 而宗庙独存 窝大将凭秀家 处其中 夜间都怪 从族有报死者 仍言此朝鲜宗庙 有神灵 秀家聚 睡坟宗庙 而宜遇难访 积南别宫 都城市族出街远壁 市民见人亦散出境机 所以同一个情况 他们在宗庙 烧掉宗庙 然后移到南别宫 他们一开始 为什么这样 烧掉宗庙的原因 就是这边 其他工确都烧掉了 所以宗庙 只有宗庙 所以那边先住 但是夜间发生 很多怪事 所以很多氏族都报死 所以这边说 宗庙里面朝鲜 这个祖先的神灵 那这边说贫秀家 他很恐怖 感觉恐怖 很怕 那 袁廷同学 你觉得他真的怕 还是 他不知道他怕不怕 只是死官这样记录下来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秀家可能是真的怕 为什么呢 他不是很勇猛的武士吗 因为武士他们也是非常那个所谓的敬拜这个神灵 然后他们也有一些神社宗庙都是在祭祀这种勇猛的神灵之类的 所以他可能是真的害怕说这也是真的有神灵 所以很有名的武将他们过世以后成为一个神社的神 这是他们的风俗习惯 所以他也可能真正相信朝鲜主席成为神的那种脉络 所以我们那个风城修集也过世以后成为一个神社的神 我们京都有风火神社那边祭拜的就是风城修集 所以他真的很怕 然后所以烧掉这宗庙 然后一到南别宫 那杜城那边的士族或者老百姓目前的情况如何 他们都逃避 那个不是这个citizen 这个应该是老百姓 然后建人都逃善了 继续 倭人挂房着急 稍稍缓入 房市皆满 所以那倭人他们怎么做呢 人权窝乱的时候 我们学界的那个研究内容来看的话 人权窝乱的时候他们有日本的那个政府有意识 我们在朝鲜半岛这边统治 所以他们挂房就是要叫朝鲜人民回来 所以他们逐渐人民已经逃三的人民都稍微回来 逐渐回来以后 那房市都满了 大家都回来了 接受城门 凡带贼铁者不进 故我民接受贼铁 所以他们先在城门上面 他们检查 然后如果带这个布告文的人的话 不进 让他们进来 所以这个朝鲜人民都带 带他们公告的那个帖子进来进城 恶少无奈者皆负贼向导 作恶者慎重 所以这个朝鲜人民当中 担任他们的想导的人也很多 窝人严禁戒 开告间 奸民以此受伤 所以为什么老百姓这么做 因为他们做这种行为的话 给他们讲伤的 欧与异色者皆不免烧杀 东门外独楼堆积如秋 所以乌军他们对这种监民非常好 但是如果有人不对 这次的行为的话 也烧掉 然后这边尸体在东门外有很多尸体 前宫朝参议成士林既却有羊女 为窝匠所避 士林与其弟四康接年老 避在扬州山中 因缘其女 环路载居如旧 窝人尊代之 文官负贼者 为士林而已 这边有已经很多老百姓背叛的朝鲜 然后要赴蜗军 然后这边有一个 以前的公朝参议 名字叫做成士林的人 他的机器有羊女 这羊女被窝匠从爱 所以托他的羊女的父 士林跟他的弟弟成士康 他们已经年纪不大 他们一开始逃避到揚州山中 但是因为他的关系 所以回来回家 然后生活入旧 入旧这样子 所以 窝军里面的人都尊代他们 最后说文官当中 负贼者 只有师林而已 特别写下来 哪一个名字叫做什么的人 背叛国家的 5月5号有什么事 上殖民 八宝山 茂雨过安城 骤亭于龙泉 日末时 抵凤山 四日行140里 上玉龙泉大厅 隐见左翼镇吹心园 右翼镇银斗兽 左山站韩一银 礼朝叛书 郑昌岩 右父臣子 明鲁庆 甲柱书 表顶剑 剑阅金艺园 以贼士进京 方物未得积来之意 另一致领务 这一天的行程 大概目前的沙里院附近 这边安城 目前经济道也有安城这个地名 但是他们考虑他们的行程的话 应该不是经济道的安城 应该沙里院附近的安城 这都是那个附近的地名 然后晚上他们早晨他们出发 但是他们出门的时候也有下雨 但是因为情况很击破 所以他们下雨的情况下出门 然后安城 农船 农泉 晚上傍晚的时候抵达 凤山 凤山 就是黄海道 我这个沙里院附近的地名 他们这一天 140里 走140里 大概140里 不跟现在公里不太一样 应该大概10里 4公里 应该这样 这边他在龙泉的大厅 他们开会 他们在这里讨论的是什么样的事情 就这边嘛 他们在讨论那个 要给明朝的贡品的贡品 所以他们要解释嘛 向明朝解释 现在这个沙口这边已经在京城 所以房屋没法进过 对他没法进过明朝 所以在这里出现的是 刚刚跟沙口跟朝鲜之间的文术 来往的文术的名字呢 书庆 那在这里像民国的文术的名字呢 叫知文 所以这样名称不一样 那我在这里稍微介绍一下 一个士大夫的恒心 这个典故在孟子梁慧王章里面的内容 无恒惨而有恒心者 为事为能 若鸣则无恒惨 因无恒心 若无恒心放屁携耻 无不为已 这边有恒心跟有恒惨 这边对士的律集比较严格 然后对老百姓比较不严格的 人家都有恒惨嘛 恒惨就是没有变化的那个惨 就是比如说你每个月拿薪水 那哪一天突然这薪水没有了 那是的话 你可以继续维持恒心 但是一般老百姓的话 没有恒惨的时候跟着他张弃这个恒心 那我们在这里也发现一个偏见 那独师人知识分子的话 他可以维持恒心 但是老百姓不容易这样子的偏见 但是我们不需要有这种偏见 但是也需要这句话的意思 那有知识的人 知识分子因为有知识 所以你有拥有信念 所以你有这种信念的话 就是哪一天突然没有你的产业的话 也可以维持你的恒心 这样子的 对自己比较严格的这种想法 所以这边独师人 独师人能够扬成道德的恒心 但是一般人的话 你如果哪天没有恒惨的关系 伤势恒心也不会对你那么严格的 可以理解你这样子的方式来思考吧 那这个礼拜我提出一个思考问题 作为无官逃避的人 然后作为无官依赴借口的人 在朝鲜家实陆上都注明他们的姓名 但是在同一个记录里面 也介绍这种重醒 一起陪国王一起走的经济道的立足 他们讨算的时候 这边没有写他们的名字 那这边有逃走的文官武官的名字 或者依赴借口的人也 在这里写他的名字 大家有这样的差异 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解释吗 我们思考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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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